正阳社区的长辈们 聚今会神的听着台上讲师 说明有关媒体试读 与影片制作的课程 虽然不少的学员都已经高龄70多岁 手机也不太会使用 不过能够有机会学习到现在的趋势 大家还是相当认真而且兴奋 停 看 停 然后再听一下 假讯息的传播与散布 是令长辈们最困扰的一件事 因为迈入了资讯爆炸的时代 每天赖群组里几百条资讯 如何分辨数真数假 成了最重要的课题 这个假新闻假的信息 在这个网络上头 太紊乱了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用手机 看手机的人也会受害 很多假讯息 那长辈有时候分不清楚 会传到群组上面去 那群组上面会变成一传死 十传百会以而造尔 会以而造尔会造成很多的误会 然后大家会以为说 这是社区传出来的讯息 对我们会很困难 毕竟有着切身之痛 学起来当然更加起劲 同时为了让长辈们也能够熟悉影片的制作 现场更教导简易的制作课程 手机不太会用 没关系 讲师和小老师亲自示范下场指导 家中宝贝们的合照瞬间成了感人的影片 那你要像一般年轻人的课程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跟得上 那老师很有耐心 然后到这边来教我们 慢慢的教慢慢的教 一步一步的慢慢教我们 然后就学会了 学会了就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今天课程就是教这些老人 有够好的老人本来都不可以学校 对不对 可以听 可以教这样而已 让你们来教一个 都聚起来 都少年一样 宗教宽萍 港督青年 为了推广媒体试图 特别深入各个区里 让平时不太有机会 跟年轻朋友 一起上食物课程的长辈们 也能够轻松地学到相关的知识 同时对于社区的经营 也有不少的加分效果 我生活很多 因为我本身就是粉丝业 社区粉丝业的小编 所以这边照片影片 我都会把它剪辑 虽然不是很好 就剪辑给长辈看 因为照片看不出来 就是什么节日 什么活动 那影片的话就看得出来 课程深入浅出 再透过讲师耐心的教学 要让生活在手机和资讯 遍布时代的长辈们 也能够和大家同步 了解讯息的真假辨别方式 与陪体的运用 记得潘志光 清光沛 高雄报道